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上個星期看看Youtube突然彈了一條我自己的影片出來 原來距離上一次跟大家分享12元店的好物類品已經超過一年的時間了 真是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到今時今日,還有很多朋友告訴我買完很好用 或者有些產品,很多分店經常缺貨 所以既然大家這麼喜歡,我又突然看到這個封面 應該是一個啟示,叫我拍第二集的 在這段期間,我經常會去共和尋寶 存了一堆產品,會覺得好好用,想和大家推薦 或者是一般的,希望和大家分享,可以避一下伏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今天的12元店好物類品分享第二集 我們正式開始 今天會分享的產品,有些是Living Plaza買的,有些是Daiso買的 我分不到 兩間都是Under Eon 他們買的東西差不多,大同小異 然後很多都是重複的 所以應該我說的產品兩間都買到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第一樣要分享的就是關於一些收納的用品 看上去是非常普通用來裝飾的兜兜 但是其實他們兩款都是可以伸縮的 很方便 亦都很適合我這些大異的人 我經常都不多尺寸去買東西的 所以有時候買了一些很短的 放一個又不是,放兩個又不夠位 買了很長,更壞 完全放不到進去浪費了 這個是自己調校好自由,沒有一格格的 他真的任意去伸縮的 然後放一些筆狀的物品 放一支進去 總是很不喜歡一些位置 在這裡放在這裡,不知道用來做什麼好 這個可以伸長 再放多一支,剛剛好卡實 對於有少少強迫症的朋友來說 是一件很治癒的事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所以除了這個長方形 我通常都是用來放在下面的櫃桶 放一些化妝品 他真的很好用 12元而已 說起妝品,我亦都很喜歡這個九宮格收納兜 一看就知道我來放唇膏了 無論是一些比較長型的唇油 一些圓形的唇膏 一些方形的lip tint 然後比較大支的唇膏 或者是一些比較小巧的 他都會浪得住,不會掉出來的 還有他一格 可以放到大約四支這些香水 sample 多放一支 應該是剛剛好 沒錯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用常用的唇膏放在桌上的話 這個兜兜真的不錯 然後這個對我來說也是很方便的 大家看到圖嗎 他用來放化妝掃 一盒有兩個 我已經開了一個來用 後面的吸盤可以固定在鏡頭、玻璃和瓷磚 然後前面我示範一下平時怎樣用 洗完化妝掃後 我會直接倒轉吸在裡面 例如這個胭脂掃 或者是一些 灰灰掃 然後有的眼影掃比較細 他也是很實正的 所以這一陣子我很努力 不想像以前一樣 一洗二十幾三十支 拿毛巾然後找地方浪 真的用完之後 馬上去廁所裡 隨便洗一洗 再浪一浪 是很方便的 這個瓶奇奇怪怪 有沒有人見過呢 前面還有一個蓋可以打開的 這個其實是專門用來濕敷的一個工具 首先我把一個化妝棉放在上面 只需要捏下面的瓶 然後上面 看不見到那些化妝水就會飆上來 你可以看著濕潤程度 還有它是完全不會倒寫的 是很方便我這一類型 這麼搜刷論盡的朋友 然後你可以去不同的位置 這裡擠一點 這裡又擠一點 然後就已經足夠可以用來濕敷面了 對於整天賭卸化妝水的我來說 它是很好用 沒想過原來可以這樣設計 是非常幸運遇到這個產品 但是如果你是沒有這個問題的話 它就一個完全沒有用的東西 是很雞辣的 所以看需要 關於化妝護膚還有這個化妝棉 它是12元有兩盒 它不算很大塊 旁邊兩邊都有壓線 然後中間就是那些棉水 只要我們不拔它出來 兩邊你去搓 它都不會脫一些棉 不會散修修的 我最喜歡用它就是用來下眼妝 配搭眼唇卸妝液 大小剛剛好下到眼和眉 下完一邊之後 就反轉去下另一邊 一張下了整個眼妝 非常方便 而且很便宜 除開一盒6元有80塊 可以下到80次眼妝 還要製造在日本 下一項要分享就是我最近用來減壓的小小娛樂 裡面一盒有四張畫紙 算不算畫紙呢 是黑白色的 有些花紋 之後也有一支木筆 它不是顏色筆 是一條木 然後大家看到我畫了一點 這個已經是第二盒 上面有很多複雜的花紋 我們用這個木筆 這樣就刮了 其實如果你是刮黑色的 也是可以刮到的 只不過呢 如果你是跟它那些白色的線條 很複雜 你要很仔細 腦子是不可以想其他事情 你要很專心地刮那些花紋出來 最後就會變成一些很漂亮的圖案 是彩色 好像它那個封面一樣的 這裡是我剛才刮出來給大家看看 裡面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漸變色的 所以 例如我刮這個 我忘記了是綠色 它這邊是綠色藍色的 每一個都不同色系 是一件很治癒的色 然後就是幾款廚房的用品 這個是獲得我的長洲鄰居認證很好用 所以忘記了帶回來 都要馬上買個新給大家介紹 它是一個酒室 大家如果在家會開紅酒 白酒香檳 那一類要用開瓶器 把木塞拿出來的酒 然後有時候喝不完 或者煮食用不完 想把木塞塞進酒瓶裡 其實它不算很實正的 放多幾天 很容易裡面會變味會變質 那些酒精會不同了 在這個時候它就幫到你了 因為它是代替木塞的 這個塞在那個普通的酒瓶裡 然後你把它向旁邊一拍 它就可以形成到一個真空的狀態 那些酒是可以保持得更久的 這個真的很划算 12元有兩個月 如果你在酒店買差不多功能的東西 一定不止這個價錢 所以大家如果家裡有機會用到酒的話 記得買這個以備不時之說 然後到我手上這一樣 它都不是經常用的 不過用起來會有一種儀式感 而且都很方便的 是一個打斜的醬油碟 通常我會吃壽司刺身的時候 把芥末放在這邊 然後醬油放在低的這邊 它們就不會混在一起 有沒有一種在外面吃Omakase的感覺呢? 又例如吃煎餃的時候 我會在高那邊放沙律醬 然後另一邊就會放柚子醋 一個碟 雙重享受 又不用洗兩次 是不是很棒呢? 不過這個我記得印象中不是12元 是20元還是25元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大家猜不猜到下一樣我來做什麼呢? 這個其實是放在冰箱裡放一些沙律醬的 在冰箱裡有一支名太子沙律醬 還有另一支的普通BB沙律醬 它們經常橫放在這裡 我覺得很不順眼 打凍後它很快又掉下去 所以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棒 雖然我不知道最後它有沒有節省 但一來它可以把兩個好好的放在這裡 二來它可以讓沙律醬向下 不會整天都在旁邊這裡 然後是要搓出來才擠到 它是很方便的 說起調味 我就想分享這一支 它是一個日式薑用來的 如果你喜歡吃生薑豚肉燒 煮的時候就會用到它 我發現和平時街市買的薑磨成肉 不同味道 它比較甜一點 所以就看看煮什麼 你煮的薑蔥霸王雞 用平時街市的薑就可以了 但煮日式的料理就可以用這個 它是一個紙盒 像芥末一樣的 黃色的 不是最便宜 最便宜 我見過當時是買9.9 不同牌子的 是他們自家品牌 不過吃下去差不多 看看你走開哪間 經過哪間 要用的時候都可以選擇去買 只差兩元 在分享雷品前 我還想預告一下這個毛刀器 上星期買未用過的 中間是有一條坑的 應該把刀放在那裡 前後磨就可以了 家裡平時用的這塊磨刀石 我是不敢用的 因為覺得自己一批 就會批了手指頭出來 想起就覺得很害怕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 是自己專用 希望它是好用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留言 我用過就會回覆大家 它是好用還是不好用的了 好,來到雷品環節 我們今天有三個 分開小雷、中雷和大雷 由小雷開始說起 就是這隻杯 是不是很漂亮 它是玻璃的 幻彩 很有趣 很有質感 雷的地方 就不是它 也不是用完之後 有什麼問題 而是價錢 我在八德新街 Living Plaza Mono Molo買的 12元 然後同一天 哎呀 想想想想 不如買多一隻 走到鵝頸橋 在Daiso那裡 再見回它 是25元 那一刻 晴天霹靂 雖然不是差很遠 不過都一倍 一隻變兩隻 大哥 是不是小小雷 那 它真的很漂亮 我不知道還會不會 賺得回12元 還是全部其他地方 是25元 它是標錯價的 那到第二個 中雷 就是 這一支 它是寫著日本製的除霉噴劑 我住在現在這個家 已經有28年 中間完全沒有裝修過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廁所瓷磚的旁邊 是圍住了黑色的 有抹的 抹完它又會變黑 黑完又會再抹 這樣循環 看到它是12元 不如試一下 噴了它出來 有點泡泡的 停下來三分鐘左右 再用水一沖 就會好很多 那為什麼會變成一個中雷呢 有兩樣東西 第一 就是它的味 很厲害 漂白水味 會攻眼攻鼻那種 都OK的 噴完之後 立即開抽氣線 再關門 過了三分鐘之後 立即進去沖水 就可以了 它不會持續很久的 味道不會揮之不去 所以 最重要就是第二點 它的泡是很水的 它不可以很挺身 那就慘了 只可以噴地板 如果噴鏡子 或者牆上的隙子 它一直流下來 一直滴 其實就沒什麼用的 房間有很多其他不同的代替品 十二元 我也覺得不太用 因為 它那種的漂白水 令到我有少少敏感 真的馬上鞋 那種 大家不要試 拍著它 來到最後的大雷 是我手上的這塊膠片 我本身對它很大期望 想著可以環保一點 代替一個保鮮紙 然後醃肉的時候 就可以吸著 放進冰箱 誰知道它完全不黏的 你看不看到嗎 它是吸不緊 我試過把它拉痕 這樣吸 然後一調轉 你看 我不知道有什麼用 我用一塊布就可以了 它只有一個時候可以黏起來 就是它自己對摺 它自己是黏到自己 唉 不解啊 真的我買了這麼久以來 覺得它是完全沒有用 和最伏的一件事 或者真的我用錯了 如果我真的用錯了 大家記得留言 我都不捨得丟 對 我想知道有一天 會不會真的可以用到它 對 今天所有的12元店 第二回合好物雷品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這個系列 對 如果大家有什麼 覺得很好用 想推介給我 或者是用過很伏的 想告訴我 讓我避開一下的話 都可以留言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希望不會是一年後 才會記得拍這個系列 拜拜